乘客朋友们大家好,前方到站陕西汉中小南海镇,这里峡谷交错,河水潜流,苍松脆百,绿树成荫,重山环抱,层栏叠仗,在这青山秀水之间,曾隐藏着一家大三线企业,它就是原国营南风机械厂,代号两栋两,通信地址8号信箱,曾隶属于三级部,栋12基地。 202的生活区是在山头上面,前面有一个大建筑,看着像电影院,南风俱乐部。 里边的空间非常大,感觉这个俱乐部是不是没有建好了,是吧?有点像半成品。 这是个双层看台,这是楼上,楼上也可以坐不少人呐,二楼,前面是大舞台。 这个房子建的高吧?要走很长的阶梯。 窗户都没有了。 。 离电影院不远,就是南风体育场。 体育场的周围有一圈围墙,围墙下边有一圈看台,现在里边成了美场。 这还有一排,像小库房一样的。 陕西省南正县南风护肠队。 这些楼有一个共同点,都是这个门窗全都没有了。 这里是不是修车的地方呀? 工业学大庆。 在大商店的后边还有一排房。 这里边有冷冻库,就是冻冰棍的地方。 听村民说,当时只对内部职工供应。 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。 这是医院。 医院里边也是空荡荡的。 什么都没有。 旅行的風荡。 这一排房子 据说在08年左右的时候 个体老板在这里养过猪 进了大门 有一座桥 上面刻着字呢 这一排房子 厂区里边绿树成荫 鸟与花香啊 这是厂区里的一些车间 都是用青砖器的 这还散养着公鸡 这个公鸡挺健壮的 前边还有几只小鸡 小一点的鸡 里边还有一头牛 黑牛 大黑牛 嘴里边正在嚼口香糖吗这是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前边还有车间 哎呀可能是过不去了啊 看看周围 就是在山沟里边吧 这是202的山洞车间 现在是一个木业公司的仓库 里边凉素素的 上边有黑板 当时可能是做记录的吧 这里边也不大 哦 还有楼上啊 这一楼好像就这么大 前面有一个小鸡 这边就到头了 也就是个几十米深吧 看这二楼 什么样的 哇 咸红的大字啊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这应该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啊 二楼跟一楼的面积差不多 哇 这里边飞来飞去的 可能有蝙蝠吧 还有三楼呢 哇去 上面有好多蝙蝠看 往下低 可能是他们的粪便 这三楼我干脆别上了 看这么多蝙蝠 这下边都是他们的粪便啊 不知道有没有毒啊 算了 三楼就不上了啊 在二楼撞着 哇去 这是一个升降梯的 哇去 哇去 这里有一些床 是不是当过宿舍啊 是不是当过宿舍啊 在山洞里边住 比较超时啊 好多床里边 可能是在这儿 现在这个木业公司的工人 住的地方吧 前面就到头了 那边都会说 那边都会想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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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里